学习佛法圆融的智慧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 佛法教育就是要恢复我们本有的智慧德能 大家要知道,修行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要用真心和自己的行为去修 要学会修掉自己身上那些无名习气 不要把那些不好的习气留在心里和人间 要学会和私心抗争,去除私心杂念 要修正自己对宇宙人生错误的想法、说法、看法和做法 修心要修清净心 清净心比什么都重要 心清净呢,所有的妄念、执着、邪知、邪念都会破除 清净心能生智慧 心清净呢,身就清净 身心清净,人的境界就清净 人人平等 这个平等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非常重要 这世界上没有绝对平等的事 从表面上来讲,很难做到人人平等 其实这个平等是建立在原始心灵的基础上 要用心来平衡 平等心是要用后天的心理来调整和弥补 要学会用智慧来化解心理的障碍 比如,大到社会 有的人就很幸运 而有的人就很凄惨 贫困潦倒 小到家庭 在一个家里 先生和太太付出的少或多 其实都是对平等心的考验 孝亲、尊师 为什么要把孝亲和尊师放在一起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你们都要懂这个道理 为什么要把亲和师放在一起 你们要知道 师父是要用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来照看你们 用自己的气场来帮助和保护着大家 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有些事情连自己的父母都无法做到的 但师父做到了 虽然父母养育了我们 但是是师父引领我们走上佛道 救度了我们的灵魂和人生 许多人生了灵性病 自己的父母不一定救得了 但是师父可以救 就像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一样 这里的诗并不是只指师父或卢君侯 而是指所有引导我们走正道的佛菩萨 孝敬是性德 唯有性德才能开启我们的自性 师道是佛陀的教育 师道是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 没有孝道就谈不上师道 人人必须做到尊师正道 唯有尊师正道才能成就道业 建和同解 就是建立共识 人与人之间要用真心来相处 不要用妄心 因为人的妄心是变化无常的 只有真心启用 才会建和同解 真心里面没有妄念 要学会放下自己 所有的分别执着 譬如今天有两个弟子 在讲话当中观点不一样 意见不同 那么应该怎样实现建和同解呢 要用菩萨的智慧来化解分歧 如果你们把这点学好了 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化解不同的矛盾 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其实就是要达成共识 当你遇到事情时 有了共识才能实现和解 在这里要强调一下 解并不是让你们来压制自己 任何的生气都不要压制 要学会把它化解掉 化解是最高境界 而不是克制压制 中国有一个字叫忍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忍 其实忍耐是暂时的 忍不是最高境界 大家都看过电影 忍者归 忍到最后 他是在心上放了一把刀 他总有一天会用这把刀 把心搞得破碎 当你们大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要学会怎样去化解 首先可以把观点讲出来 然后用智慧把矛盾化解掉 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 何为贵的何字 何大家都知道 平和 和就是说 一切的一切都要以和为出发点 许多人不知道 一位和字就是我和你和谐相处 和平共处等 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 来解决问题 那么什么事情都能迎刃而紧 所以出发点是很珍贵的 唯有何才能把我们的思想 见解和生活方式逐渐拉近 佛法难吻 也可以说 良师难遇 正法难吻 在这个末法时期 许多人到处去拜菩萨 烧香或拜师 你们知道 在全世界 现在有多少人信佛 但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念经 你们知道 很多人都说自己拜菩萨 我相信啊等等 你们以前都听师父讲过 拜佛不念经 讲得严重一点 就等于不拜佛 连菩萨的名字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明白 怎么能得到菩萨的帮助呢 我常给大家讲一个比方 我很喜欢和崇拜这所学校 可是自己既不学习 也不读书 又怎能考进大学呢 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 佛法难吻 在末法时期 你想要得到菩萨的真谛 能得到观世音菩萨保佑 就应该找到真正的佛法 现在学菩萨难 学佛更难 菩萨是一个物 智慧 而佛是觉物 大彻大物 当你开悟了 得到了正等正觉 你就是菩萨 要想成佛 就必须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许多人以为自己磕磕头 看了一点书 就是闻到了佛法 请问 你看的是什么样的书 闻到的是什么样的法 要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经常给大家讲 释迦牟尼佛在印度传法的时候 经常把那些弟子带在身边 让每位学佛的人 拿一个波 就是一个碗 让他们去敲美加的门 脱波起石 培养佛心 原理是 第一 让在家的人能补师 发慈悲心 一敲门 哦 和尚来了 阿弥陀佛 把东西给和尚 这叫培养补师心 第二 做和尚的人 很多都是皇宫贵族 商人 想通了 把头一涕穿上袈裟 佛祖 佛祖就是在培养他们的慈悲心 让他们放下自我 放下他们的傲慢心 要让他们感觉到 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 和众生一样是平等的 现在 你们还能看到 哪个庙里的和尚 一起在马路上 脱波起石 不要认为 过去某一位老法师 是这么讲的 某一位老修行 是这样修的 所以 我们就一定要照着 他们的路走 其实 修行是要 找到真正的 自我本性和佛性 现在的修心 要有所改变 要知道 改的不是佛法 而是方法 人间修为 要用心来修 在末法时期 要学大乘佛法 救人 在救人的时候 你才能得到 真正的智慧 才会得到 真正的力量 为什么师父 能在开天眼后 这么短时间 救了这么多人 能得到 这么大的力量 这些都是 修出来的 是观世音菩萨给的 你只要好好的 去度人 去救人 把这个正道 正法 传给大家 菩萨会 加倍 给你能量的 要明白 这些道理 在末法时期 观世音菩萨 会化成 各种各样的人身 来救大家 现在师父 也是这样 让每个人 都念经 使每个家庭 都转好 救人 弘法力生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佛菩萨 师父现在 教你们的 这个法门 就是要学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 从佛菩萨 那里来的 是修为的 最高境界 观世音菩萨 经常在我身上 讲话 教我 如何在 电台里救人 你们知道 现在许多法门 都在暗传 我现在 要开启 你们每个人的 智慧 让大家知道 观世音菩萨 是怎么 济世救人的 如果 一个小岛 有水灾了 飞机来了 航空母舰来了 他们会不会 只救几个人呢 还是要把所有的人 都救上来 可是 在救所有人的时候 会碰到许多问题 如有些 老弱病残的人 在跨上航空母舰时 不小心 掉进水里了 有的 可能会 诱发心脏病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 很可怜的 没有缘分的人 就像那些 没有闻到佛法的人 真正的救人 是要面向大家 真正的救人 是要通过 佛法的 闻思修 大家想一想 那些大法师 有没有 在普度众生 他们在 光明正大的度人 所以 要记住 什么是正 正就是 阴阳五行 和合而成的 现在 我给大家 讲这个正字 上面一横 为金 下面一横 为水 中间一树 是木 左边一树 是火 右边一横 是土 所以真正的 无上 正等正觉 也就是 究竟圆满的智慧 就是让你们 怎么样 找到一条 真正的路 你们要记住 在末法时期 正的东西 一定是 经得起考验的 百事百灵 所以 一定要 弘扬佛法 如果 你有这个能量 接受 就能理解 这些佛法 没有能量 是理解不到的 即使 按传给你 也没用 功力不一样 前世所修 也不一样 所以 接受的能量 也就不一样 要在末法时期 找到一条 最正 最实在 最能够 让自己 解决问题的道 如果一个人 在末法时期 还不让 观世音菩萨 来保护他 救他 不让自己的 命运转好 只能说 这个人 很可怜 究竟 圆满的智慧 就是对 宇宙人生的真相 没有一点的迷惑 说现实一点 如果我们 能很冷静地 去思维 观察 然后 能圆满地 化解问题 就是圆满的智慧 智慧不圆满 成功率 就是一半 智慧圆满了 做什么事 都能成功 要记住 不论是 对孩子也好 对长辈也好 如果你孝顺长辈 敬老爱幼 将来 你的孩子 也会孝顺你 这就叫报应 这叫人间报应 很多人以为 报应 是死了以后 才有的 其实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现实报了 你们看看 马路边上 那些躺着要饭的人 身上肮脏的样子 这不是 现实报吗 不叫报应吗 你们要知道 现实报 很快啊 如影随形 任何事情 做过了头 就会出现 现实报 如果做的坏事 在极限以内 是下事报 如果做的坏事 超过了这个极限 就会马上受报 所以 做任何事 都不可以 超过极限 不然 不然就会有灾祸 有些人修心 心很成 良心非常好 到哪个庙 都拜菩萨 如果今世 找不到一位 好的师父 找不到目标 也只能 是一个信佛人 譬如 天天拜 观世音菩萨 单对观世音菩萨 没有正确的认识 不知道怎样 学观世音菩萨的智慧 借观世音菩萨的气场 来修炼自己 而自己 天天在人世间 受苦 受难 却永远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还有许多人 灾祸来了 才知道拜佛 临时抱佛教 如果 找不到一位 好的师父 找不到一个 正确的目标 怎么样 能解决自己 今世 所面临的问题呢 修 就要 福慧双修 做善事 是修福 慧 就是智慧 智慧 不是一般人 能修成的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有了智慧 什么问题 都能解决 想开智慧 只有念经 做功德 只有戒 才能得定 定了 才能开智慧 一定要 身心安定 所以说 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佛教 有五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不要以为 学佛的人 才受五戒 作为一个正常人 也不能随便 乱杀生 乱邪淫 去偷盗等 希望你们 希望你们能明白 体悟 其中的道理 为什么佛菩萨 不主张 饮酒 因为饮酒过多 会给人造成 很大的伤害 会让人失去理智 头脑不清 会让人的意志消沉 许多政府部门 都有张贴 喝酒闯祸 是犯罪 这说明 佛法 就是正法 佛法 为什么 能深入人心 能够让人理解 因为正的东西 才能受到 大众的拥护 和爱戴 破迷开悟 什么是谜 明 利 酒 色 财 气 贪 嗔 吃 如果一个人贪 他的欲望 永远没有满足 贪到最后 就是下恶轨道 贪爱 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贪不到 就会生嗔会心 起烦恼 最后 就会堕入地狱 如果一个 很愚痴的人 只知道赚钱 或害人 不知道帮助别人 将来 就会投畜生 畜生 执着于本相 一直在 畜生道轮回 愚痴就是 没有智慧 我给你们讲的 都是正法 正道 正信 正念 和正实 让你们 破迷开悟 学会离开 自己的苦难 找到自己 真正的快乐 弟子 发自内心的感悟 良师难遇 今天 我们能遇上师父 卢君洪 是我们今世的 大福报 也是多生多节的 善根 福德 因缘成熟 非常难得 这是机缘 我们要珍惜这份缘 好好修行 学师父的 无量大慈大悲心 断烦恼 发菩提心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跟随师父 弘扬佛法 普度众生 人人 法喜充满 个个都能 得到真正的 成就 功德 圆满